如果有天你喜歡的實況主或者是VTuber跟你說 欸大家我要轉換到別的平台直播了喔 你還會繼續支持他嗎? 對於VTuber來說啊 流量是否至關重要? 還記得7月Miko英屋女請求35P們在台北西門町集結的活動嗎? 之後也在網路上面爆發了一系列的爭執喔 泰國知名VTuber因為一場演唱會而遭到了網路霸凌以及集體嘲笑 歡迎來到VTuber時事小教室喔 在這個系列我將會整理出 不近期在V圈所發生的趣聞或者是大事件 跟大家分享或者是跟大家分析回顧喔 OK我這邊整理出了4個我覺得蠻值得提的事件喔 一件在海外V圈前陣子吵得沸沸揚揚的VTuber網路霸凌事件 你看過VTuber演唱會嗎? 今年7月泰國一位知名的VTuberDakapo 他在泰國當地一個非常有名的動漫節 CAF活動當中表演歌唱Fujikazi的Hinunoga Iwa 到了歌曲的高潮點 Dakapo從原本蓋住眼睛的造型 轉變成了瀏海撥開的樣子 現場歡聲如雷 有人將演出的畫面錄下來發送到各大社群上 結果引來的不是網友們的戰獄 而是大量的網路惡搞 故意以真人模仿VTuber那種僵硬的支持動作 惡意吐槽嘲諷層出不窮 眾多的嘲諷影片也在網路上面像病毒般擴散 只要搜尋VTuber的Concert 就會出現許多有關Dakapo的影片 當然也有人用比較幽默的方式來表達對這件事的看法 一位叫做Kenji的VTuber也在網路上面發佈了這個惡稿 結果被眾多網友踏罰 但Kenji認為這個迷因真的是太搞笑了 不發揮要了他的命 只舉動惹怒了一位叫做Pitch Lee的網友 他一氣之下 直接將疑似Kenji的中資人照片公諸於世 更是有人在網路上面謠言說 這個演唱會門票要叫300美金 會來看演唱會的都是盤子 間接的貶低Dakapo這位VTuber 但其實這個演唱會只是在CAF裡面的一個免費小型演唱會而已 而CAF動漫季的門票才僅僅4塊美金而已 跟300元相差甚遠 Dakapo上傳到YouTube上面的演唱會重播片段 至今也將近9萬個導站 但是我去看Dakapo其他的影片 或者是直播紀錄檔 沒有導站數量龐大的狀況 所以這裡可以釐清一點 按導站的基本上就是沒在看VTuber的吃瓜群中 AKA討厭VTuber的人 大部分都在嘲笑他這種左右擺動的方式 但每個VTuber演唱會不是都這樣子嗎 除了3D的之外 但我覺得這整起網路霸凌詆毀的事件 對Dakapo來說 就像以下這個影片 自發後Dakapo也收到了許多大咖VTuber的慰問 更是有眾多網友對Dakapo的歌聲讚譽有加 光從這個事件的起因來看 也是讓我非常黑的問號 近幾年來不光是台灣的男V圈 全世界的部分人貌似都對男V存在著歧視的意味 這時候我就想到了一個問題 假如今天在動漫季上面表演的不是Dakapo 而是其他位女V呢 結果會不會完全相反呢 如果真的是的話 嗯... 我也不會感到很意外啦 在這流量當道的時代 大家總是使出渾身解數 來讓自己獲得更多的關注 HOLO67的拉普拉斯也不例外 做法要滿用乾的乾出自己鞏固的觀眾群 不然就是要用特別企劃 或者是製造話題性來吸引觀眾 他在9月11號開了一場直播 說明自己未來頻道經營方針的改變 重心將會從YT轉移到Twitch上面 只換一出隨機引爆了粉絲們的對立 從導戰術來看 有一部分觀眾是不買單的 究竟拉普拉斯做了哪些改變方針呢 1. 會開始把直播活動著作在突擊上 且直播內容會以瓦羅蘭為主 我之前在Twitch的網站 在Valoran上玩了遊戲 2. YouTube上面還是會有直播 但是只會有重要配信 例如誕生日配信 新衣裝配信 或者是聯動等等 Yay 看著媽媽 啊啊啊啊啊 3. YouTube上面會著重於短影音的部分 直播中拉普也非常了當的說 在突擊上更能吸引到新的觀眾 在Youtube上面的發展非常有限 尤其是那個永遠摸不透的演算法 說明自己只要在Youtube直播的話 就會大大影響到Short的演算法 - 只要在Youtube上投稿的期間 - 已經很大延伸了 - 只要每次播放一遍 - 這個頻道是會播放的頻道 - 也會不會長延伸了 - 許多人抓著拉普這個言論 - 舉了非常多的例子 - 像是直播狂魔Coyoli - 每天在直播 - 但似乎也沒有因為直播而干擾到影片的演算法 - 或是有人舉保中瑪麗這個例子 - 雖然直播頻率沒有很高 - 但還是比拉普高上許多 - 短影片也都在百萬上下的觀看 - 這個話題一出 - 粉絲隨即分成了兩派人罵 - 一派非常贊同拉普這樣的嘗試 - 不管到哪個平台都會全力支持他 - 另一派人則認為拉普就是為了錢而已 - 將金錢順位擺最後 - 只是在合理化自己做出的決定 - 雖然現在短影音非常的盛行 - 但是內容都非常的... - 呃...天才啊 - 角肥皂 - 導致許多人對於短影音的印象都非常的差 - 加上拉普在直播中說出他目前最看重的三個要點 - 第一個觀看數 - 第二個訂閱數 - 再來就是金錢 - 這個舉動在部分觀眾的眼中 - 是一個明確的塞粉行為 - 塞出真正對他時鐘的觀眾們 - 以利於進行接下來他所想要的運作模式 - 理所當然的有些人就會開始覺得拉普並沒有把粉絲們看在眼中 - 只是把粉絲當作是一個賺錢的工具 - 並說的這些決定都是跟經紀人以及Cover公司談好的 - 沒有人說不同意 - 忠援してくれる人はとっても嬉しいけど - 止めろって人は - 正直運営さんも忠援してくれて - 馬が輩もやってたーいってなってるのに - なんでダメっていうのかよく分かんねたら - ちょっと黙っててもらって - 在有些人的論點中 - 這句話等於是像已經不爽的觀眾們說 - 你們不管有什麼意見 - 我就是要這樣做 - 至於為什麼拉普會因為這些決定而觸怒的粉絲們呢 - 總結來看有以下幾點 - 第一點 - 直播頻率越來越低 - 第二 - 讓觀眾覺得心沒有在直播上 - 而是跑到了其他身份上 - 呃 - 至於是誰 - 我就不多說了 - 尤其直播頻率低這件事 - 常常被觀眾拿來當作戰爭的導火線 - 甚至有人認為拉普只想要用最少的時間 - 來賺到最多的錢以及訂閱 - 其實也有挺多人認為 - 根本不是因為他直播才影響到短片的演算法 - 純粹是因為拉普的直播次數太少了 - 甚至一個月只開台4次 - 總直播時數只有8小時而已 - 以一個VTuber來說 - 這種經營方式都是不太好的 - 這導致了觀眾跟他的相處時間越來越少 - 自然而然的觀眾就會逐漸散去 - 以這個HOLO全員8月的配信時常表來看 - 觀眾總觀看時常排在第56名的拉普 - 去除兩個官方帳號等於是位於倒數第三 - 且先前已經因為多次的私人因素 - 不管是HOLO的大型活動 - 或者是秘密結社的聯動 - 有時都不見拉普的聲音 - 次數太少這點啊 - 就難以說服觀眾 - 直播太多會影響到影片演算法這件事了 - 那麼我來講個總結喔 - 拉普也在推特上啊 - 直接對黑他的酸民開炮 - 心中似乎也有點承受不了這些言論壓力 - 但這要說到一點喔 - 拉普在出配信時啊 - 就說過他想要在YouTube影片方面努力 - 他是想要往影片式VTuber的這個方向前進 - 加上他本身對於剪輯影片非常有興趣 - 原本我本來就說過我初配信 - 但我本來就想要做影片影片影片 - 到這裡了 - 還有另外一個做影片式的原因 - 影片是不用現場面對觀眾 - 而直播時呢 - 需要實時關注觀眾對於自己的看法 - 而YouTube是結局 - 看得到的數字 - 多了 - 感覺有點壓力 - 而影片是沒有壓力 - 以現場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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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是到突擊直播 - 不是一樣是直播嗎? - 不是一樣要面對現場觀眾嗎? - 欸有意思啊有意思 - 影片是就像之前四大天王的那種模式 - 但現在這種模式 - 觀眾會買單嗎? - 這種模式啊 - 可能會導致想要看他在YT這個環境直播的觀眾失望 - 但不管怎樣 - 會支持他挑戰新事物的觀眾 - 就會無條件支持 - 畢竟只是一個試驗 - 那試試看也無妨吧 - 還記得Miko鷹巫女在6月的時候發了一篇推文 - 請求台灣的觀眾們到台北西門町的驅塵事前集合嗎? - 請Miko和Holo官方沒有透露是什麼活動 - 很快的事情到網路上面傳開 - 當天湧入著上萬人潮 - 可以說是幾乎癱瘓了整個西門町商圈 - Miko事後也在推誌上面表示 - 這個人潮 - 屬實有點嚇到他了 - 大家在那邊等待了兩小時不等 - 結果只是一個42秒的廣告 - 宣傳HoloLifeMeet將會來台北快閃 - 結果就... - 一個42秒的廣告啊 - 我想有些辛苦從南部北上來看的人 - 多少都感到有點歐啊 - 大家都以為Miko會從螢幕初心跟大家互動之類的 - 但這件事也同時引發了 - 當天商圈店家以及普通用路人的不滿 - 除了當天在西門町表演的街頭藝人之外 - 街頭藝人表示 - 這是他表演生涯以來 - 看過最多人的一次 - 感到非常的開心啊 - 只有人跑紅那麼多群眾 - 不怕會造成梨泰院第二嗎? - 這時候就引爆了 - VT圈以及非VT圈的互相爭執 - 這時候就有人用幾年前 - 五月天至西門町舉辦免費演唱會這件事 - 來塞住對方的嘴 - 更是有人直接說出 - 喜歡二次元的人都是這樣子 - 等等超級沒邏輯 - 且地圖炮的言論 - 但人多是非多啊 - 總是會出現不浪到 - 或者是刻意擋住當地店家做生意的人 - 許多人生生當天 - 大家都非常守秩序啊 - 盡量有浪出道路啊 - 讓一台需要經過的垃圾車通過 - 事後有非常多人建議可以多加一個電視牆播出廣告 - 以將人群散開 - 但這些又簽成到費用之類的 - 也有人提出疑問啊 - 這種活動不用事先申請場地 - 或是通知附近住戶店家嗎? - 因為只是一個在電視牆上面播出的廣告而已啊 - 觀眾們看到Miko在推特上面的通知喔 - 自發性的想要到這個廣告看板前觀看 - 這個廣告 - 因此是不需要事先申請活動場地之類的 - 但是沒有事先通知這點啊 - 就真的是台灣主辦方的廚師了喔 - 相信如果有事先通知附近店家或者是普通民眾啊 - 這件事應該也不會演變到如此啊 - 板橋耶誕城附近住戶表示 - 第一次? - 八月的時候 - 厚羅賴夫在推出EAN組新團Advent後 - 又在網路上面悄悄推出了一個全新的音樂團體 - 音樂團體是Holo從來都沒有用過的主題喔 - 全員皆為正常人類啊 - 跟之前什麼動物屬性啊 - 神話屬性、獸娘等非人類設定有著極大的差距 - 也可以看得出來Holo想要擴大自身的領土啊 - 想要在音樂領域啊也佔有一席之地 - 所知單曲也在一個月內達到了160萬的觀看次數 - 大家對於這個全新的團體應該是滿懷期待的 - 嗎? - 還記得Cover的CEO - 古香元昭說過的那句超級經典名言嗎? - 我我們是AKBさん的樣子 - 群組的LIVOR運営 - 這樣的公司 - 喔!這次我們公司推出的是一個音樂團體 - 應該不會再出包了吧 - 哇哈哈哈哈 - 我醞釀了將近三年的偶像夢 - 終於要成真了嗎? - 哈 - 哈 - 真遠 - 難吧 - 等一下 - 呃沒錯這位Regrals的新人啊 - 就以這種人物小 - 開一大約14分鐘的祖培希 - 但你以為他用閃光彈閃瞎你的雙眼 - 就已經夠PON了嗎? 我們Hololife的宗旨是什麼呢 成為真正的偶像 在網路上面發光發熱 成為搞笑藝人 好啦 我承認每個團出道前都還蠻帥的 但終究還是逃不了搞笑藝人這個稱號的魔掌 那是哪一番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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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啊 速速 喔 但4番非常多 答案 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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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另外一位成員 火威青 外型上來看就是一個帥氣的大姐姐 跟三田良有著異舉同工之妙 雖然外型帥氣 但是在出配信時 不用懷疑 不是你喇叭壞掉了 是他整整一分鐘以上 都沒意識到自己關到麥了 那些傻瓜 這是什麼的 救命 究竟這位能夠迷倒所有女人的大姐姐 後續會不會成為大家所期待的明日之星呢 厚依哈吉美 口齒不清倒可以媲美咪口日文的日文 我已經在心裡說話了 這想法就出來了 我已經緊張了 但唱起歌來卻判若兩人 至於一條莉莉華嘛 看到這張照片應該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都知道他會走哪種風格啦 被阿垮認證 比較年輕的寶中瑪琳 年輕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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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孤獨搖滾 阿不是 是個人特色非常強烈的 HoloLife新團體 Regrowth的簡略介紹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這個 時事小教室的內容 大家還喜歡送影片模式嗎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提供意見 你們還有知道B圈最近的什麼趣文的 都可以在留言區跟大家討論 那就下部影片再相見啦 Peace out Hey,ほら 今日の手を上げて みんなで手を奪えたい まだまだ道の途中 世界を超えよう Hey,ほら 王子は仕事も 止まらない全力ですから 夢を抱えたら 追いかけ続けよう 積りなくなる FUNFARED Go!